我们来关心其他的消息 光复虾马太安部落青年团 已经连续八年在清明节 推广曼磊还有足球连远赛 今年有青年级中壮年部落阶层同台较劲 除了推广运动强身 碰上太鲁阁重大伤望事件 部落头目在开幕仪式中 也为这次的事故 罹难者莫哀 祈愿伤者平安 马太安部落年龄阶层曼磊赛 第一场赛事 原本一路领先的弟弟阶层 最后被哥哥阶层反败为胜 拿下了首局的胜利 在每年清明扫墓祭组期间 都会办理曼磊以及足球赛事 凝聚部落阶层情感 也延续推广部落的运动风气 地方各界也都高度肯定支持 感谢理事长 给我们乡内举办这么多活动 让我们运动风气有所提升 常常等说 我们下次再来办一个议长杯 好不好 好 今天艳阳高照啦 第一个马太安加油 第二个大家一起加油 第三个大家得第一好不好 让大家身体都很强健 这是社会跟家庭的福气 来带领我们委员来这边 祝福我们这一次的累球赛季族与联谊赛能够活动圆满成功 然而就在清明节首日发生台铁太鲁格号事故造成重大伤亡 部落头目也在开幕仪式中特别带领全体为这一次事故的罹难者默哀祈祷祈愿平安 马太安部落青年团长张仁福表示希望借由运动竞赛的举办 让返乡的部落阶层青年及族人交流情谊运动强生 大概年轻的全部参加 再加上我们年长的大概两三岁 所以总共有十几个队伍共同参加 那我们也期望在这个倒幕之宜 我们一定要活动 而且是健康的活动 光湘马太安部落除了培育出优秀的棒球国手 在慢速垒球以及足球运动上也都有不错的表现 部落青年团也希望借此延续部落荣光 推广部落的运动风气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